Hello 大家好 我是乐乐 今天加州的天气就像其他的350天一样 阳光明媚 所以说在加州最不稀奇的就是阳光 那么在加州还有一件事也不稀奇 那就是中国人买房 中国人不管到哪里都讲究的是安居乐业 不管是投资的 移民的 留学的 还是生孩子的 买房一定是被中国人摆在首位的头等大势 那在美国买房 首先是要找一个房产经纪人 俗称agent 那么去哪儿找呢 首先 翻黄叶 其次 看报纸 第三 上网查 洛杉矶华人资讯网 看看评价 不错 就是它了 喂 你好 我要买房 什么 马上到 我来了 哇 你这效率也太高了 各位观众 如果按照这个节奏发展下去 那我们就跟网上的那些买房攻略没什么两样了 我们当然不会这么没有创意 所以我们的节目叫做 在网上有一种说法叫做反佣金 就是在美国买房的中介费呢 通常是由卖方提供的 大概是房价的2%到3% 也就是说一栋100万美金的房子 房产经纪人可以拿到2到3万 于是乎一些爱贪小便宜的中国买家和一些急于促成交易的不良agent呢 就达成了这样一种幕后的协议 agent把佣金的一半返还给买家 让买家误以为他们是贪了便宜 可是这个便宜真的那么好占吗 这些不良的黑性agent真的甘愿只赚一半吗 行了 谢谢你爸哥 再见 真不错 就是价格稍微有那么一点高 说实话 这个价格已经相当实惠了 因为这是学区房啊 环境好 很多人的抢都要买的 嗯 了解 就是价格不可能再降了吗 哎呀 价格恐怕没法再降了 哎 我听说我的agent可以反佣金给客户 那你能反一半给我吗 哎呀 钱嘛 赚没赚 赚没赚 无所谓 真喜欢这房子都是中国人 有问题 反给你 好好好 再看看 好 走 这边一起去 哎 干嘛干嘛 我跟你说啊 买家要我反一半的佣金啊 你看这一百万的房子 就得反一万五啊 你看咱们能不能一起 房价往上抬一抬 这样有钱大家一起装吧 我跟你说啊 兄弟 咱们今天只要能把这房子卖出去 加多少价 你来提 生意甜蜜 知道吗 丢 就不着了 走 哎呀 小姐 真的不好意思啊 我刚听说有其他几个买家 也在争这个房子 您出的这个价恐怕 够呛 哎 那怎么办呀 我特别喜欢这套房子 你一定要帮我把它抢到 这个您得知道哈 在美国买房子 价高折得 我看又这样买了 您如果真的喜欢这个房子的话 我看多出三万 应该能搞定 三万 加 加 一定帮我把它抢到 哦 了 这是包在我身上 喂 搞定了 总价加三万 请交 哦 搞定了 那行 那我明天就把合同拿过去 行 太好了 OK 所以说千万别刷小聪明 总有人比你更聪明 这就是Agent 不会告诉你的那些事 家族阳光再明媚 总有照不到的阴暗角落 但总的来说 美国的房地产市场的交易 还是比较透明和规范的 只要您合理合法 就不会吃大亏 我们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想了解更多 请关注我们